Hello everyone, I'm a secret grad of the PK University. This is the 4th year I have worked in the PK University. 大家好,我是北大保安,许元龙. 我是来自安徽省淮北市,这是我在北大工作的第四年。 我每年的内容就是早上接班之后,把一天的整体的工作有一个计划性。 像最近的话,可能说离校的学生比较多,需要去配合他们去做核酸。 日常的话,我们是在这个门上,主要是让咱们北校的老师、学生进出校。 我报考的是北京联益大学风景园林专业。 通过三年的学习,掌握了一些专业移性知识,包括素描基础、造型基础, 还有一些计算机辅助设计,一共带有十几枚专业课程。 最近也是通过了论文大变,考大学是因为自己有梦想。 我补了之前我是没有上古大学的遗憾,自己也比较有志向。 我觉得学习当中遇到的困难就是刚开始,我回到家里面,学习的状态已经没有了。 所以我要进入这个状态可能说还是比较困难。 但是我通过这个背英语达词,然后坚持了21天,你形成习惯了。 我还是看头拿,不管在其他专业上学习,也都是卖过这个卡就好了。 我现在一个是背了,是有1400多天了嘛,这也是坚持了4、5年的一个习惯。 投资投入,投资投入,i-n-v-e-s-t,invest,invest。 如果每天不打卡被英语的话,我感觉就是哪哪哪都别扭。 就是感觉到浑身有一点不自然那种感觉。 如果是感觉英语比较难的话,咱们就从那个最基础开始, 从一个不会英语的一个量面,然后到一个会说英语的一个质边。 因为现在疫情期限嘛,就大部分时间都在这个网上上网课。 我觉得还是要学习一些就是相关这个,我这个风景原理专业的一些软件知识。 像CID,还有CID,还有3D,这些软件需要我在实操方面, 还是可能需要加强一点。 另外还学习了那个CPI的经济法和税法, 和咱们的日常生活比较息相关的,比较有实用。 这是我最近打算学的一个注册会计师, CPI的一个税法、经济法, 还有这个就是之前买的这个会计。 你喜欢北大吗? 我当然喜欢北大呀, 北大给了我好多这个学习的帮助。 今年为咱们20多位保安员办了北大图书馆越南证, 这个政策还是比较好的, 这个排班方面的话可能会倾向于这些爱学习的一些保安员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如果人不学习或者是不去好好的工作的话, 可能人还是比较浮躁的。 改变自己的命运还是要通过学习来改变自己。 因为学习是最廉价的一种方式, 或者是带来最大的收益, 一定要成为北大为民湖中的范围石鱼。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辅导的人, 还是要踏实更好本职工作。 包括的学习和工作都是有计划性的, 工作与工作的这个计划, 然后学习与学习的计划, 两者也不会去冲突。 当然呢, 咱们第一条件是要完成好这个工作, 然后其他时间然后再学习。 我现在还没有离开北大保安这个队伍的这个想法, 毕竟我刚开始来北大, 也是冲着北大这个学习氛围来的, 我想还是用我的这个良好的一个工作状态 去回馈咱们北大保安队伍。